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輸入個案 有四宗初步確診 包括兩個棉檢疫抵抗的國泰貨機機師 帶有變種病毒 其中一個人住的尖沙咀海域要圍封 目標是早上7時解封 蘇敬華報道 埃曼大批軍裝警員 在尖沙咀棉登敬海域門外 放置圍欄和拉起封鎖線 有住客去到大堂向警員了解 之後陸續登記做檢測 住在這裏初步確診的男人 是國泰貨機機師 已經打了兩劑復必泰 上個星期六由德國回香港 在機場檢測程陰性 擴免檢疫回到大廈 兩日之後再做檢測就轉為初步陽性 帶有L452R變種病毒 CT值13至16 即是病毒量高 同他同一班機回香港的57歲機師 抵抗的時候檢測同樣陰性 住在如景灣的獨立屋 星期一再做檢測就轉為初步陽性 他已經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 帶有L452R變種病毒 病毒量較低 政府星期五起收緊抵抗 豁免檢疫群組 不過貨機機組人員繼續有豁免 由於他留在當地機場時間比較短 也都沒有入境 我們是相信它是沒有一個感染的風險 但是這件事在現在的Delta變種病毒 是一個這麼高傳染性 在全球上是一個大流行 再加上很多地方都是大量放寬到客貨運 而令到機場裏面連地勤人員都可能有一個很高的感染風險 如果他回到香港要走入我們的社區 也都一定要強制一個檢疫才比較安全 一定要小心看社區有沒有一個傳播 另外兩宗輸入的初步確診個案 包括一個30歲飛容 以及一個15歲由意大利抵抗的女人 她們都是完成隔離之後才驗出陽性 但是病毒量低 衛生署說未能排除是復陽 有線電視記者蘇敬華報導